一党第七世界代表大会 今天在彭亨淡马鲁县 集到的一党大厦 掀开序幕 一党主席哈迪亚旺在开幕此中 强烈批评当前政府是骗子 并表示大马正在面临灭亡 呼吁大家要反思 哈迪亚旺还指 伊斯兰法律能够预防恶行 从而成功解决犯罪和罪恶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